不是 怎么会一出售票呢 我们和领导一块出差 我们领导刚刚上去 这我们要是不到怎么办呀 你能不能帮帮忙 再看看有没有票 不好意思 我们是按照直纪顺序办理的 而且现在飞机上 确实没有空位了 小白 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秦仁哥 我们应该是来晚了 就搬飞机盘了 我们只能下一班了 那怎么行 余部长刚才说了 要在飞机上 跟我们对一下会议的进程 对搬飞机 我们就是挂在翅膀上 要飞过去 于是不要慌 师傅教你一下 处理危机的技巧 小姐姐 下一位 对 对 大家都是大控人嘛 出来换口饭吃也不容易 是吧 你能不能理想 这个 刘小姐是吧 姜刘 我的名字是 爸 别别别 天仁哥 咱们走 快快快 走 走哪儿去 我给我 我舅舅打了个电话 我舅舅跟航航公司呢 换了两个会员的位子 赶紧的 我们走那边 VIP 要不要买不齐了 你什么舅舅 可不可谱啊 您好 请往李总 您好 请往李总 小白 那个 一会起飞以后 把这份文件 交给余部长 飞机上振分多秒工作 这就是我想象中的 职场生活 干嘛呢 干嘛呢 你坐这儿 这会儿在经济厂啊 帮我看小白 先生 您好 这是您的坐位 好 天然 跟我坐 坐啊 我请往李总 您好 请往李总 您好 请往李总 啥机房啊 这 放心吧 你跟我讲过 我们V6以下的员工 出差标准是经济厂 但我让我舅舅免费 帮我们省了财 你放心 绝对不会牵扯到 保销问题 怎么样 天然哥 没给你丢那边吧 可不啊 姑娘 一罐啤酒 谢谢 好的 您稍等 两个 好的 天然哥 你看那 别说话 睡觉 对不起 丢人的是我 我不配 小白啊 听哥跟你说啊 在职场呢 还有很多的潜规则 你要慢慢地学习 走吧 走吧 哪儿去 那边 不 那边 两位来看一下这个房间 行不行 谢谢 谢谢 很好 很好 怎么样 干啥呀 这 就是 职场钱规则 行 到哪儿去了你 为师现在就给你 教授职场第三课 公司给的指标是什么 你我余部长一共 三间房 但如果你我几一间 就可以省下 一间房间 我们五五分其不美在 这个就叫出差福利 懂了吧 我懂了 天然哥 我有办法弄得 双倍的出差福利 什么双倍 跟我走 什么双 慢点 什么双倍 对福利 这边怎么还走人呢 你等会儿 小白 说咋去 你去哪儿啊你 不是 我说话是几个意思啊 马上就到了这 什么马上就到了 小白 这是一间六星级酒店 对啊 那我们来这儿干什么 天然哥 是这样 你看 公司给我们的指标是 余部长 你 我 一共三间房 但如果我们在 我舅舅开的酒店住 这样我们可以省下 两间房 双倍出差福利 所以这家酒店是 我舅舅开的 怎么样 天然哥 我学得快不快 舅舅 喂 天然啊 舅舅新开了个农家乐 啤酒烧烤火火 洗澡错备如素煞都哟 周末记得来玩儿啊 周末大舅 不说了啊 谁还没个开酒店的舅舅呢 咱们